3D游戏和3D动画电影一直深受大众喜爱 然而无论是场景设计还是决策创建 都离不开大量精细的3D模型制作 事实上3D建模是一个既耗实又技术繁琐的过程 这也正是电子游戏在进入3D时代后 开发成本和周期急剧增长的核心原因 而在上个月召开的计算机图形学顶辉CGraph上 来自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的Burnhard团队 提出了一种创新型方案 这一新方法在渲染质量渲染速度和训练时间方面 均大幅优于之前的技术 有望在3D场景重建方面节省大量成本 长玩游戏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三维渲染中的场景和角色都是由3D模型构建的 而这些3D模型基本上是由无数多边形拼合而成 而复杂的多边形则是由多个三角面组合起来的 在三维空间里构成这些三角面的顶点和边缘 构成了所谓的网格 采用基于网格的渲染方法有其独特的优势 主要是因为这种方法便于快速光山化 说到光山化 实际上也不复杂 尽管游戏世界可能呈现出丰富的三维效果 但我们的显示设备最终还是由二维平面上的像素点组成的 即使是VR设备也只是通过让我们双眼分别观察两个不同的二维平面来模拟三维效果 简单来说 所谓光山化 就是将三维空间中的物体转换为二维平面上的像素表示 借助GPU的加速能力 基于网格的三维渲染可以直接而且高效地映射到这个二维像素平面上 这也是目前3D渲染的主流方法 概括起来就是 先由设计师根据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长期积累的专业技巧来创建3D模型 然后再通过这些3D模型和虚拟相机的投影关系 绘制出任意视角的二维图像 可既然我们只是以渲染为目的 何必搞得这么麻烦呢 说到底任何空间都是由无数个点构成的 而每个点的视觉效果是由其透光度和颜色确定的 而这些效果又是由相机的位置和角度决定的 既然如此 我们完全可以使用神经网络通过自监督学习来拟合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旦模型训练完成 给定任何位置和角度 它都能精确地渲染出相应的画面 更妙的是 这样做还能省去人工介入的3D建模过程 这就是神经辐射场的核心思想 只需要十来张多角度的照片就可以准确地重建出一个3D场景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比如在渲染过程中需要进行随机采样 这可能导致某些视角下的效果不尽人意 此外 它的训练和渲染过程都非常耗时 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 因此自从2020年这个算法首次亮相以来 领域内的专家一直在针对性地进行各种优化和改进 那么回到今年SIGGRAPH的这篇论文 它采用了3D高斯分布作为辐射场的全新表示方法 3D高斯其实是2D高斯分布在三维空间中的拓展 因为看起来就好像建设出的痕迹 因此被称为3D高斯建设 顺便说一句 乌贼娘之所以叫斯普拉通 也是源于斯普拉的这个词 通过将大量建设叠加到一起 就能够表示任意形状甚至任意场景 在论文中 他们还举例说明了建设密度的自适应过程 如果初始的建设尺寸小于目标形状 它可以通过自我复制来适应 相反 如果建设过大 它会通过自我分割来适应 这种方法展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表达能力 结果就是在渲染质量方面 可以与当前最先进的方法 比如MipNerve 360相媲美 在渲染实现方面 他们创新性地将屏幕分为多个区块 从而避免了按像素排序导致的高基层成本 并且通过基于视觉深度对这些区块进行排序 进一步削减了不必要的计算 加速了整个渲染过程 最终实现了照片级别的实时渲染 训练过程也同样高效 3D高斯的位置 不透明度等属性与自适应密度控制的步骤 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使得优化过程既快速又准确 加上3D高斯这种表达方式本身非常紧凑 优化目标变得清晰明了 因此整个训练过程相对更快 结果也是令人惊讶的 与需要48小时训练时间的MipNerve 360相比 这种新方法在保持相同画质的情况下 训练时间只需要6分钟 总之通过采用3D高斯分布 作为场景的新型表示 这种方法在渲染质量 渲染速度和训练速度方面 都达到了业界最先进的水平 然而这个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主要体现在放化能力上 它需要基于特定场景的一组照片进行训练 因此训练出的模型 也仅适用于该特定场景 这实际上也是Nerve手法的固有缺陷了 如果未来能想办法克服泛化性问题 比如通过使用提示词 来自动生成实时3D场景 还可以让这类研究的使用性 再上一个台阶 这里是冠一智能科技 我们下期再见